今天我们单独回顾一下 今年离世的五位豪门大佬 虽然很多人调侃大佬们人去世了 钱没花完很悲催 但静下心来了解五位大佬的过往 也许我们能愧得一些人生的真相 一、李兆林 李兆林是香港的隐形富豪 坊间估算其身家最少百亿 不过因为为人低调 他的知名度不是很高 反而他的弟弟李兆基声名远博 在今年二月 李兆基以304亿美元的身家超过李嘉诚 成为香港的首富 虽然现在的李兆基财富远超李兆林 但李兆林发迹要远远早于李兆基 李兆林是顺德士大梁证人 1948年他前往澳门拼搏 1951年他前往香港发展 在香港的早期 李兆林主要从事进口贸易 塑胶制品行业 发展得很一般 直到他敏锐地感觉到 香港房地产黄金时代即将来临 他转身投入房地产行业 1965年 李兆林和妻子舍绍红创办赵安置业 1973年他们已经带领公司上市 而在这一年 李兆基才刚刚创办 横基赵业地产公司 后来李兆林将上市公司出售 以发展单栋和小型地产项目为主 并且在1997年到2003年之间 李兆林和妻子舍绍红 在铜锣湾一带买了40多个商铺 舍绍红也因此被称为铜锣湾铺后 赚到钱之后 李兆林没有忘记回报家乡 他为家乡捐资兴建医院 学校寺庙不遗余力 只不过随着年事已高 李兆林在2020年1月25日去世 享年98岁 与香港一些豪门家族掌门人去世后 后代会掀起争产大战不同 李兆林家族一直很和谐 李兆林和妻子舍绍红 育有三子两女 他还在世的时候 就培养长子李应留接班 如今李兆林去世 李应留顺利接班 又加上舍绍红没有退出商场 有他坐镇 李兆林家族出不了乱子 并且李兆林的孩子们 似乎都继承了李兆林的作风 为人低调 不惜抛头露面 2.何鸿燊 赌王何鸿燊的名声实在太响亮 他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 何鸿燊出生于赫赫有名的何启东家族 他的父亲何世光是香港有名的富商 他的母亲显星云 是显德芬家族的人 世事难料的是 何鸿燊13岁时父亲炒骨失败 何鸿燊从富家少爷变成了落难小子 他和几位兄弟姐妹和母亲 在香港相依为命 父亲则跑到越南躲债 好在何鸿燊用心读书 考上了香港大学 但因为战争的来临 他辍学带着十元港币到澳门闯荡 在澳门何鸿燊与李婉华结婚 而李婉华家族是澳门的大家族 在李婉华家族的帮助 以及自身的努力下 何鸿燊很快成为澳门的富商 但真正让何鸿燊成为顶级富豪的转机 则是他拿到了澳门的赌牌 1961年 何鸿燊联合霍英东 叶德利 叶翰拿下了澳门赌牌 获得澳门赌场40年的专营权 从此 赌王家族横空出世 2011年 何鸿燊以31亿美元的身家 位列香港富豪榜第13位 而他能控制的资产达到5000亿港元 何鸿燊身上除了赌王富豪这些标签外 他还是一名爱国商人 他为澳门回归做出了贡献 为北京深奥捐助一个亿 并且花费6910万港元 买下了珍贵的圆明园马首同像 无偿捐赠给了国家 何鸿燊也有被人诟病的地方 那就是他的感情生活 他一辈子娶了四个妻子 育有17名子女 在他还未去世时 二房 三房 四房 就开始了财产争夺战 遗憾的是 2020年5月26日 何鸿燊因病去世 赌王家族的财产争夺战还未结束 3. 吕燕妮 吕燕妮是霍英东的原配夫人 在霍英东2006年去世后 吕燕妮就成了霍英东家族地位最高的人 作为霍英东的邻居 1943年 吕燕妮在霍英东母亲刘三的撮合下 嫁给了还没有发迹的霍英东 成为霍英东的妻子后 吕燕妮贤持家 让霍英东在外闯荡没有后顾之忧 而且他为霍英东生下了六个孩子 分别是霍振婷 霍振宇 霍丽萍 霍丽萍 霍丽娜 霍丽娜 霍英东也很尊敬吕妮 为了顾及吕燕妮的情绪 他娶了二太逢坚妮 三太林书端都没有对外公布 1977年霍英东的母亲刘三去世 外界才从刘三的复告上知道二太冯坚妮的存在 至于三太林书端 直到上世纪90年代 港媒才发现她的存在 并且霍英东要求冯坚妮 林书端都必须敬重吕燕妮 至于霍英东去世后 吕燕妮成了霍英东家族地位最高的人 这与霍英东的一个安排有关 1978年霍英东立下遗嘱 规定除大房三子外 其他子女不得经商 因此在霍英东去世后 大房长子霍振廷接手了家族体育事业 大房次子霍振环接管了家族的商业王国 大房妖子霍振宇则接手了家族的高科技产业 和凝聚了霍英东晚年心血的南沙项目 在大房三子的经营下 霍家的家业欣欣向荣 身为霍振廷 霍振环 霍振宇的母亲 吕燕妮自然在霍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并且霍英东去世后 吕燕妮作为霍家的第一把手 并没有使霍家出什么大的幺蛾子 而霍家也一直是香港豪门的典范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 2020年9月1日 吕燕妮在养和医院病逝 享年97岁 霍家人遵循家族一直以来的低调作风 将吕燕妮的丧事一切从简 吕燕妮与霍英东合葬于柴温佛教坟场 4.李建西 李建西是韩国顶级财阀三星家族的第二代掌门人 在2020年4月 他以920亿元的财富成为韩国首富 李建西的人生很有传奇性 他是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炳哲的三二子 上面还有哥哥李孟熙李昌熙 但他却以过硬的实力击败两位哥哥 成为家族的继承人 更牛的是三星集团到了李建西手上之后 他将三星集团发展到李炳哲无法想象的程度 三星集团每年的销售额 要占到韩国国家GDP的四分之一 在韩国坊间有一句俗语 韩国人一生逃不过三件事 税收死亡三星 对于如此大的家业 李建西将唯一的儿子李再荣培养成了接班人 他的大女儿李富珍 二女儿李续显也是商业精英 只不过令人悲伤的是 李建西的小女儿李隐欣在26岁未情所困 得了抑郁症 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建西本人则在2014年之后身体越来越差 最终在2020年10月25日因病去世 享年78岁 与其他豪门家族能稳定的发展不同 三星家族在李建西去世后会有很大的变数 韩国新任总统上台之后 很重视对财阀的改革 作为韩国最大财阀之一的三星家族首当其冲 被要求改革 面对压力 李再荣向外表态 三星掌管权将不再传给子女 这意味着三星家族到了第三代要结束世袭制 三星家族丧失三星的管理权 5.武战德 相比于赌王家族 霍英东家族 三星家族 李兆林家族 武战德家族80亿的资产 与他们相比是少了一点 但是在豪门里 武战德家族绝对可以算是一股清流 武战德家族的发家也与一般家族的发家不一样 武战德年轻时和哥哥武顺德 有几次去香港著名的 辛巴黎法国菜餐厅吃饭 但每次餐厅老板都安排他们坐在墙角 靠近洗手间的位置 这使武战德 武顺德很不满 但餐厅老板拒绝为他们更改座位 因为他觉得华人的消费能力不辱外国人 面对外国人对国人这样轻视和侮辱 武战德、武顺德两位兄弟 决定创办一家中国人经营的高级系餐厅 于是美新餐厅诞生 经过兄弟两人多年认真经营 美新餐厅慢慢发展为美新集团 武战德也成了香港饮食界的泰斗 并且武战德十分爱国 1979年中美签约通行 但内地做不出飞机上的配餐 为此武战德自掏腰包拿出500万 用个人担保投资跟中国民航局合作 生产民航配餐 一年后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 这也是1954年后 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因此武战德也被称为 新中国中外合资第一人 除此之外 武战德积极投入到慈善公益事业中 他在2001年被授予银子金新章 在2009年被授予金子金新章 对于子女的教育 武战德也很重视 他的女儿武淑青也是一位爱国企业家 被评为2019年十大女性人物 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武战德的子女们也秉承了父亲的作风 为人低调尽心做好事 2020年10月29日 武战德逝世 享年98岁 当我们了解完五位豪门大佬的一生 我们也明白再传奇的人物也有落寞的一天 他一个人的人生是否可以过得精彩 一个人是否愿意去做立国立民的事情 却更多的在于个人的选择 也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你勇敢的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并且珍惜时间 珍惜身边人